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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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开始前 主持人首先介绍了参会的领导 随后 财政部副部长兼工商局局长陈文海发言 陈文海副部长在大会上表示 随着瓦盛市场的不断发展 各种食品和生活日用品日益增多 瓦盛工商局作为瓦盛市场主管单位 始终肩负着监督食品日用品安全的责任和使命 近年来 在中央及财政部的领导下 和各单位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在全局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食品的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维护了合法经营的经销商户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陈文海副部长在大会上强调了 因疫情原因 在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大多数查获的假冒伪劣食品商品 并未对商贩进行罚款 只是没收 有数量较大 较为严重的才进行罚款教育 最后 陈文海副部长在物价管控方面也做了简短的说明 并表示会努力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各项市场监督工作 努力维护好广大消费者和广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使瓦邦市场越来越好 商户代表邓和生先生也在大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希望广大商户认真遵守瓦邦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各项管理规定 不要为了个人利益 售卖假冒伪劣商品 要对自己销售的商品负责 也要对广大消费者负责 做个钻记手法的商人 并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注意看产品的生产日期 有效期及批准字号说明等 中央政治局常委 瓦邦联合军副总司令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职委 谋理旅长鲍军峰 借此次销毁假冒伪劣商品食品宣传大会 对参会学生提出了期望和要求 鲍军峰副总司令表示 各位同学 你们是瓦邦未来的中间力量 是我们瓦邦发展前行的接班人 趁此难得的机会 希望你们在此次宣传大会上 学习到有用的东西 努力充实自己 为瓦邦今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央政治局常委 瓦邦联合党副总书记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职委 谋理旅长鲍艾康也在大会上做了指示 鲍艾康副总书记表示 召开如此大型的宣传大会 是为了起到震慑作用 为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 和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加大打击假冒伪劣食品商品的力度 势在必行 并要求相关部门做好监督工作 不定期抽查 加大打击假冒伪劣食品商品力度 切实做到维护作用 要求广大群众在发现 有假冒伪劣食品商品时 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 大会最后 各餐会领导、师生及广大群众 集体参观准备销毁的商品、食品后 报艾康副总书记 报军峰副总司令 率众领导点火销毁 广大群众 应该是火销毁 辣子 这西方 辣子 登库 有 今天 据了解,此次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食品有 1.面食、杂食、药品、饮料、假烟、啤酒、调料、槟榔、禁止进口水类等价值49万2780元人民币 2.蒙博县工商局移交的假冒伪劣商品食品包括杂食副食类、假啤酒、玻璃瓶啤酒、饮料等价值35万6213元人民币 3.瓦邦海关移交的玻璃瓶装啤酒160件 12月14日上午,由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职委赵埃纳来部长任组长的宣讲团全体成员 赶赴到联合军谋理训练基地,开展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实施政策宣讲大会 上午的宣讲活动在庄重的升旗仪式中拉开了序幕 中央事务执行委赵埃纳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职委 政工部部长兼宣讲团第二组组长赵埃纳来 政工部常务副部长兼宣讲团第二组副组长尼爵 联合军副总参谋长兼宣讲团第二组副组长王克强 军政干校后勤处处长兼宣讲团第二组副组长赵赛旺 该旅政委赵埃纳 总参作战处副组长兼宣讲团第二组成员李埃柳 总参通讯处副组长兼宣讲团第二组成员报埃纳 政工部宣传处副组长兼宣讲团第二组成员赵埃朗出席宣讲大会 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政工部组织科科长杨如鸿 政工部除武成副科长 政工部文工团副团长尚翁 政工部报一红文书 报尼尚文书 总参办公室文书张辉 尼邦等宣讲团第二组成员出席宣讲大会 并在主席台就座 联合军谋旅相关部门负责人 各营干部及该旅正在训练基地参加集训的全体官兵参加宣讲大会 该旅政工处处长田云忠主持宣讲大会 主持人首先介绍了大会流程 并一一介绍了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宣讲团成员职务于姓名 该旅政委赵埃嘎代表旅党委和本旅全体官兵 在宣讲大会上致欢迎词 向宣讲团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要求参会全体官兵抓住机会认真聆听学习 强调会后各机关各部门要组织各单位 包括基层营联就宣讲团此次所讲内容进行传达学习 务必把本次宣讲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执行到位 该旅集训队学员代表在宣讲大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职位 政工部部长兼宣讲团本组组长赵埃娜来 在宣讲大会上 重点就暴总在瓦邦和平建设30周年庆典的讲话全文 带领大家进行了重温与学习 在重温学习过程中 赵埃娜来部长逐段逐句认真讲解 并不时用民族语言进行细致的翻译 系统就暴总讲话畅谈心得体会 要求全体参会人员要起带头作用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报总的讲话内容与文件精神 做到铭记在心 深刻领悟 宣讲大会上 政工部长务副部长兼宣讲团第二组副组长尼爵 紧扣宣讲主题 结合党的发展史与光辉历程 围绕党领导下的瓦邦30多年来所取得的系列成就 对党的思想与精神做全面宣讲和深入阐释 为加深在场同志们对党纲党章及党员干部职责的理解 接下来的宣讲大会上 尼爵常务副部长还委托政工部文书 本组宣讲团成员鲍依红但为宣读 分别就全党必须遵守的15条准则 瓦邦干部任职年限的规定等两份中央文件进行了重温与学习 联合军副总参谋长兼宣讲团第二组副组长王克强 在宣讲大会上重点就军事防务军事保密军人职责等工作 进行了认真阐述与细致的讲解 王克强副总参谋长的宣讲深入浅出 内容丰富使在场的部队官兵们受到了启发 同时王克强副总参谋长还当场给部队官兵们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与期望 依照宣讲计划和安排 军政干校后勤处处长兼宣讲团第二组副组长赵塞旺 在宣讲大会上紧紧围绕军队的法规和正规化建设 以详实的内容与缜密的观点 就军法军规包括即将出台的兵役法 向台下的官兵们做了全面宣讲 宣讲大会结束后 在吕政委赵埃嘎的陪同下 宣讲团正副组长及全体成员 还就该部队防务建设等方面进行实地参观指导 上午的宣讲活动在团结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在某茂县建线50周年庆典活动中 12月14日晚上开展某茂县内各区文艺表演比赛 15日上午篮球赛甲组进入八强竞赛 100米短跑赛进入总决赛 在某茂县建线50周年庆典活动中 12月14日晚上展开某茂县内各区文艺表演比赛 各区的文艺表演节目为 洞马区宣传队的歌舞表演激情瓦邦 癌城区学校文艺队的舞蹈表演建新房 曼东区学校文艺队的舞蹈表演欢乐瓦邦 格隆霸区学校文艺队的舞蹈心中的太阳 龙坛区宣传队的舞蹈表演江三木洛 班外区学校文艺队的歌舞表演一颗竹不成棚 县中小学校文艺队的舞蹈表演欢乐清苗节 纳威区学校文艺队的舞蹈表演米瓦哈 联合区学校文艺队的歌舞表演浩阳哥 银盘区文艺队的舞蹈表演美丽瓦山 小学校文艺队的舞蹈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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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列第三名 在15日上午的篮球甲组八强竞赛中 第一场为某波线队义和实业 最终某波线队以98比86胜一和实业 第二场为总部警卫营对军阵干效 最终总部总部队队上军队赛 最终总部队队以78比72胜军阵干效 在下午篮球甲组八禁四竞赛中 第一场某波线队对瓦邦财政部 最终某波线队以86比81胜瓦邦财政部 第二场比赛 瓦邦司法伟对某能线 最终瓦邦司法伟以75比67胜猛能线 在15日上午的男子100米短跑决赛中 由某波线的鲍埃来 以11.95秒的优秀成绩荣获第一名 某波线的赵尼城 总部警卫营的鲍尼尔 分别荣获第二名、第三名 并由某波线委书记肖赛宝 亲自为其颁发奖金奖状 在女子100米短跑比赛中 游动马区的中欧怀 以14.52秒的优秀成绩 荣获第一名 某里的黄晓英 漫东区的A纳沙 分别荣获第二名、第三名 并由某茂县妇女协会主任 李欧牌为其颁发奖金奖状 据了解 为让此次庆典活动顺利而隆重举行 某茂县委县政府 已做好了充足而周到的准备 迎接全帮各地嘉宾的到来 共同庆祝某茂县 建县50周年庆典活动 15日南邓特区文工队 正公布宣传处文工团杂技团 瓦邦妇妇女协会宣传处已陆续到来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要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以及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手机平台 掌上瓦邦 往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